如果今天要換手機 你會買摺疊機嗎 三星OPPO小米MOTOROLA都有摺疊系列 在台灣你也可以買到主流的機種 網路上的討論度也很高 但路上卻沒有幾個人在用它們 今天我們就來聊聊從價格 災情到評價 摺疊機很潮 但是你為什麼不買 摺疊機普遍主打小小好帶 拍照可以解放雙手 同時具備實用的封面螢幕 或是給你超大的內液螢幕等等 特色直接跟直視手機做出差異 你要滑個手機這個電話 看起來都特別有態度 但是這個態度很貴 把三星Galaxy Z系列跟OPPO Find N2系列 四台價格攤平來看 不同品牌的小折價格落在3萬到3萬3之間 三星的大折Z444 直接突破5萬6 最高規格甚至將近要6萬8 因為OPPO大折 Find N2 目前是沒有國際版本的 大概換算成台幣之後 加上國際版通常都會再貴個幾千塊 粗略推敲大約會落在 3萬8到4萬3左右 光是看到這個價格 真的就已經嚇跑一堆人了 這個錢是可以買旗艦機的 折疊機這麼貴有道理嗎 哎呦 貓貓不見了 印了一千張彩色 我收你五千就好 嗯 啊 宣傳一定要花大錢嗎 試試看用Superlink 自助式網路廣告投放 曝光超滑賽 最低只要一千元 沿手續費 自己就能控制廣告預算 快試試Superlink 搜尋Superlink 再講有沒有道理之前 我覺得我們先來認識一下 折疊機的三大技術 也就是它的面板 軸承還有散熱 折疊機顧名思義呢 就是要能折 採用柔軟可以彎曲變形的 柔性OLED面板 但你想喔 每一層都要可以折 初步在選料階段 條件就很嚴苛 至少堅硬的康明大猩猩玻璃 就不能用了 再加上面板本身呢 是多層結構 折疊次數一多 就容易分離 滑移 甚至整張破裂 所以拉高製作的難度跟成本 而且螢幕在成為最終形態之前 還要進行封裝 等於說一路上都有各種 打不完的大BOSS 能到我們的手上呢 真的是很不容易 我們手上的這四款折疊機呢 它都是使用AMOLED的螢幕 那它也是OLED面板的分項之一 畫面對比 或是靈敏度都很不錯 尤其三星通常會自己用更好的螢幕 細緻度呢 跟顯色都更深一籌 不過在折痕這邊 OPPO兩款的存在感是更低的 直接就影響到操作體驗 這邊呢就跟軸承有關 軸承它又叫做鑰鏈 設計結構呢 一樣很複雜 因為它必須要跟面板做很密切的結合 它要像關節處一樣 伸縮自如 所以技術上呢 同樣是大BOSS等級 可想而知 兩率也是一個挑戰 出場前至少要經過 10-20萬次以上的耐力測試 如果設計的好的話 可以減少主螢幕的折痕 同時讓機身變得更薄 間接提升手感 仔細看各自大摺小摺的機身 三星都比OPPO厚了一點點 而且以新機來說呢 三星的軸承它是偏緊的 你要用一段時間後 才會比較順手 那麼OPPO的新機一開始 它的鬆緊程度就相對比較不費力 不過題外話 OPPO小摺的邊縫 設計得太密合了 反而不方便單手開蓋 小可惜 第三個關鍵呢 是散熱 遮疊手機的螢幕大 數量也多 相較於 直視手機呢 它的散熱空間跟條件 都沒有那麼好 那容易發生有溫度比較高 可是散熱不均的問題 跟直視手機比起來 只是拿摺疊機滑社群聊天 就很常感受到機被溫熱溫熱的 所以 摺疊機更講究散熱效能 針對相關的系統設計跟研發 同樣讓摺疊機製造成本居高不下 那以現階段來說 每一年都是有看到這些關鍵技術有在進步 讓摺疊機保有新奇獨特的同時 還可以解決部分知識手機的痛點 好像可以慢慢理解說 為什麼摺疊機的單價這麼高 但為什麼大家還是不買單呢 因為最貴的地方最脆弱 我們有同事就買了摺疊手機 結果買來開著不敢關 就怕它的折痕越來越明顯 什麼你說有保固 先來看看三星跟OPPO手機 原廠保固都是一年 如果有登入延長保固的服務 並審核成功的話 可以再延長6到12個月 當然也有針對折疊系列推出的 專屬保固項目 像是你一年內呢 可以免費換兩次的保護貼 那這樣聽完你有安心嗎 仔細看官方表示 不論是保固期內 或是過保後損壞 只要官方判定你是人為損害 就要自費維修 不免讓人感覺嗯 求援兼裁判 就算是我們摸摸鼻子自費 這個維修螢幕的價格 不可能吧 我們直接對柄 塞新他們自家的最新旗艦 S23 Ultra 遮地的螢幕是更貴的 而且維修風險也很高 要不然就是我們在買手機的時候 直接加保手機顯 但又是一筆錢 雖然我很愛花錢 但是這個 I can't 如果想要提升購買意願 訂訂更明確完善的保固條件 來保障消費者的權益 加強售後服務絕對是必要的 不然身為消費者 真的會有一種被當白老鼠的感覺 你在設計研發 然後我自費 買過來然後幫你測試耐用度 所以很多人就會說 換摺疊機很盤喔 我自己會覺得體驗不盤 但是規格偏盤 不知道為什麼用摺疊機心情特好 可能是與眾不同帶來的爽感 再加上特別的使用方式跟體驗 都讓用手機這件事情變得很新鮮 就小摺的封面螢幕來說 提供了使用的功能 讓你不用翻開手機也可以通訊 或是切音樂看天氣等等 特別是拍照真的變得很方便 而且不比沒感覺 OPPO小摺的外螢幕是3.26吋 用起來真的有比三星的1.9吋舒服很多 至於大摺用起來跟直式手機很像 功能是完全可以釋放的 必要的時候再打開內頁螢幕 大螢幕讓你的雙眼更舒服 做任何事情效率都會提高 尤其是三星摺疊系列講求多工處理 裡面用的是Snapdragon A Plus Gen1 4nm處理器 運算跟效能上都是足夠而且順暢的 而OPPO摺疊機部主打多工 分別用聯發科天玑9000 Plus 以及高通Snapdragon A Plus Gen1的處理器 不過就日常使用而言 體驗的決勝點 我覺得還是在APP的支援性上面 雖然目前大多主流的APP都是可以使用的 但是偶爾就是會出現小小的問題 不影響功能 但是在體驗上就是會受到一咪咪的影響 另外為了講求機身輕薄 摺疊機的相機模組也會受限 白天用前鏡頭自拍 表現都在水準之上 唯獨Z Flip 4 色溫偏冷 左鏡頭拍冷 我自己是更喜歡OPPO的成像表現 不會有過多的運算 細節卻有保留住 不過光源強一點的話 OPPO兩支就有不同程度的曝光 連帶樹枝周圍都會出現紫邊的狀況 轉換到夜間情境 就真的不是Galaxy Z系列的主場了 顏色跟肉眼看都有點差距之外 天空的噪點也很明顯 這邊也外插iPhone 13給大家參考一下 我會覺得以這樣的拍照表現來看 生活紀錄上是滿能接受的 自拍出來也是漂漂亮亮 我可以直接發IG 可是在光源條件比較極端的情況下 它的細節跟還原程度 就要看大家接不接受了 再來是續航力也是很多人糾結的點 因為螢幕多效能高 又礙於機身已經塞不下更大的電池了 如果是出門玩一整天 滑網頁拍照加上搭車看片打遊戲 真的要配一個行動電源給Galaxy Z Flip 4 至於其他三台電量壓力沒那麼大 出門一天是剛剛好的 那講到這邊 他們有旗艦機的價格 可是沒有達到旗艦規格 這也是主要讓大家有盤感的原因之一啦 那有很多網友就有說 如果價格燒到半價就會考慮 不求高規但求降價 根據岩調機構的報告 全球折疊手機的平均售價 在2019年的時候是2000美元 那到了2022年下修來到1200美元 未來2024年還有可能持續的下降來到1000美元 所以這平均單價下降 折疊手機就更有機會迎來高速發展期 那麼試占達到一定的程度之後 就會有更多的第三方APP加入支援 讓折疊手機的軟硬體都是更加完善的 不過降價是大家唯一需要考慮的點嗎 如果是的話 就他們掉價的速度來說 市面上應該要更常看到吧 這點不能忘記想 其實我有問過身邊幾個拿折疊機的朋友 那他們都拿Z-Prix就是喜歡它 因為小巧好帶啊 外觀時尚 自拍也很漂亮 而且大家都會投以羨慕的眼神 用了超過一年 那他們都表示很喜歡 但是我們企劃用了一個多月 它在那邊 他就急著要換回直式手機 為什麼會差那麼多呢 主要就是看折疊這件事情 對你來說方不方便 小台的Flip帶來的變息性真的很高 不過我覺得大家可以先想一個超簡單 但是非常必要的問題 你有多長把手機拿起來用 需要單手使用的場合多不多 畢竟直式手機拿起來呢 就可以直接開始使用 小折的話你就是無盡的開開關關 那對你來說會不會很麻煩 如果會的話 Ford或是Find N2這類大折機型 會是從直式手機轉換過來 更容易習慣 而且直覺的選擇 不得不說 大螢幕不管是看盤 看片看漫畫真的很爽 但重量真的不能單用 小指頭扛 他們的優點跟缺點 某些方面呢是對沖的 除非你買來是有特殊用途 不然要當主力機使用 方不方便順不順手 是有很多人會忘記考慮的地方 那麼你想過了之後還是決定要買 我是支持你的哦 因為我自己也其實看膩了 直式手機一直在比相機畫素 比效能 啊我日常就是只會用到那麼多 你一直給我幹嘛 我又用不到 而且你還賣更貴 所以就很期待折疊機呢 可以用外型變化來刺激市場 尤其在體驗這些不同定位 特色的折疊機之後啊 更是覺得即使現階段 非主流 但它們是市場上重要的存在 你覺得呢 歡迎在底下一起討論 而且除了Android陣營之外 我自己也很期待 蘋果加入戰場的那一天 說不定會重新定義折疊機 感覺是一定會發生大暴動的啦 我就是喜歡看大場面 那麼也喜歡看大場面的 你不要忘記我們現在 電踏少女的官方欄已經上線囉 我們會隨時更新Line Boom的影片 那有在用Discord的你 現在也可以加入我們一起討論一起玩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囉 我們下次見 掰掰